大陆前南京市长季建业日前在山东受审认罪 成为继杨卫泽之后接连落马的江派官员之一 而值得注意的是季建业过去曾有台商门神之称 专家透露季建业的落马除了会冲击台商在大陆的红包人马 甚至还会引起怕被牵连的出走潮 检查机关以受贿罪对季建业提起了公诉 前江苏省南京市长季建业16号在山东连台公开受审 这位南京又一批被打落的江西人马之一 审判法庭外公安鹤腔实弹阻挡维稳 众多民众会一观议论 而这起大陆官员落马事件除了陆媒低调报道 台湾也有专家格外关注 现在中国执行这个动作 当然对所有台商来说一定会产生某种程度的压力 所以这个部分在未来的趋势里面 恐怕会视为一个很重要的观察指标 所以台商应该现在都要非常小心 面对有关过去曾经跟官员说往来 现任财经杂志社长的谢金和在脸书上表示 季建业这个名字在台商圈可说是如雷贯额 一生仕途都与台商有关 他便表示过去20年台商在季建业身上的投资 几乎是天文数字 这回季建业栽了 所有的投资全部富吃流水 而且若是贿赂留下把柄 恐怕还有后遗症 以下之意专家戒毒 受害的还不止是大陆官员 台商更可能成为下一波遭到清算的对象 专家支持台商在大陆经商 过去为了推展事业 不得不与大陆官员往来 送红包请门神 成为家常便饭和潜规则 但近期大陆推十三五计划 台商面临来自中共官方的压力 只能哑巴吃黄连 忍痛留下厂房出逃 最富的手段 或是比如让工人 放任工人罢工的手段去逼你走人 像去年最有名就是保存邪业 在大陆被整的事情 陆陆续续本来就已经很多台商 在想办法从中国大陆逃出来了 你知道真的是用逃的 为什么你连厂房都拿不走 厂房拿不走 所以对中国来说那些东西是怎样 他就直接拆掉 或者是再转卖给下一手 转卖给其他人来经营 那这是台商现在大陆面对到的困境 这起事件在台湾引来网友关注 有网友说要台商明智的快逃 以免成为下一步对象 甚至点名鼎心集团也有风险 不过不论如何 在面对中国经商环境日趋复杂的今天 台商或许可以为自己的企业 另做打算 降低不可控的系统性风险 新台电视高建伦沈维彤 台湾台北报道 する不可爱 现在 moves在美国 专闸很专闸 看美国的遗留 有大事 又不过不过幼闸